- 欢迎请问到大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猫子酸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假显卡的事情 因为我这一天收到一张假显卡 就是我手上这张叫做黄伟达显卡 因为它的logo是黄的 大家知道一般来讲N卡的这个上面的logo标志是绿色是吗 所以说叫英伟达 英伟达的标志性的颜色也是绿色 但是为什么要黄了呢 难道因为老板叫黄仁勋 所以他叫黄伟达吗 不不不 并不是这样子的 两三年前在750Ti那个时代 淘宝上它监管还不是很严 所以说存在很多大量的假显卡 那这些假显卡怎么来的呢 你别看这些显卡上面 比如说经常标到750Ti 750Ti当年是一张非常热门的甜品卡 所以说很多经商都在卖它 但是淘宝上会有很多价格很低的750Ti显卡 这些显卡很多都是用一些比较低端的卡 比如说什么GT240啊GT250啊 什么9800GT960GT刷上来的 其实按理说造假应该会造得更走心一点是吧 然后为什么这个商家会把这张显卡 特地标了一个黄色的logo呢 这样是假更明显吗 那我说怕自己把真卡的假卡混在一起分不清楚 把假卡把真卡让假卡拿出去卖的搞错了吗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会打这个黄伟达的logo 我们从刚才想起来说吧 这样想起来它是一张GT650 GT650DDR5高清版 它接口还蛮丰富的哦 甚至有HDMI VGA DVI接口 然后我说实话哦 你单看这个显卡 乍一眼看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来 这让黄伟达的造假真的太有用心了 你看它绿对的PB版上面 P版上面写了 写了几个大字 GT240LF 连版本号都写了IEV1.2 这就很不走心这个造假 今天就想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假显卡是怎么来的 然后怎么去鉴别这个假显卡以防大家在以后买电脑的时候被坑到 作为一个小白 就是作为小白爱说的话 你们去衡量一台电脑的性能一般会看什么 鲁大师对不对 那这个鲁大师其实是可以造假的 很多很多人看不懂 这一年参与信息他们就看跑分 跑分越高了总是不会错是吧 那我现在给你们演示一下鲁大师的分数是如何造假的 好的 先让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创改鲁大师的这个跑分 其实这个跑分在电脑里无非是一个一个的数值 那现在你电脑已经跑过分以后呢 你在对应的文件夹肯定会有对应的数据对吧 那这个数据在哪里呢 首先找到你鲁大师的安装文件夹 鲁大师这边里面有个有个文件夹叫做 computerz.set 那你打开 打开后你在里面会发现几个很有意思的数值 看cpu的分数显卡的分数内存的分数 硬盘分数就是你刚跑出来的分数 但是呢这个分数已经经过加密了 这个并不是简单的禁止转换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加了岩的哈希值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反编译回来 但是你可以通过另外一台 比如说比较高端的配置 比如说990k 比如说另外一台990k的神机 你拿你也拿他的鲁大师跑一个分数 跑出来后呢 在同样的文件里你可以看到他的分数对应的数值 比如说我之前拿另外一台电脑跑了一下 然后把它数值复制过来 这样子然后我们点个保存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鲁大师这个 cpu的分数是11万是吧 11万 那我们关掉鲁大师 把这个文件 重新开一下 重新打开鲁大师 看到吗哇分数一下变成了21万分 提高10万分的分数 所以说鲁大师的跑分数值 你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 没有任何的限制 包括这些硬件参数也是同样的情况 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OK那看完以上的演示 你们会不会觉得说这个鲁大师的造假是很很简单 很easy的一件事情 是吧 但是这个 这种还是入门级别的骗数 单单看跑分是不够是吧 只修改个跑分还是很容易被人家看穿的 那要改就连硬件的信息一起改 把鲁大师里面的这些详细的参数啊 性能啊配置啊 全都改变 让你看不出痕迹来 那这要怎么改呢 有一个办法是刷BIAS 就拿这张显卡来说吧 我现在把这张显卡插到记者上面 给大家看一下 它是什么感觉 好OK 现在我们亮机进入系统 首先 小白一般来说查看硬件的信息 吧会通过鲁大师是不是 那我们点一下鲁大师 你会发现鲁大师把这张显卡确实认成了GTS650 而且还是有华硕的 那这时候如果你比较懂行 可能会说 诶那用GPUZ看啊 好那我们打开GPUZ 你会发现GPUZ在 显卡名称这一栏 依然是把它认成GTS650 不过在前面加了一个前缀叫做fake 这就是因为 因为假卡很行 所以说这个GPUZ的 这个软件开发者看不下去了 于是呢就把这些 显卡名和参数不相对应的卡 回来前面加一个注解 说它是一张假卡 你看GPUZ不要看它名字这一栏 看它下面的GPU核心 核心代号 你会发现这个核心代号是GT215 那GT215是什么呢 你打开搜索 你请查一下 GT215 其实是 其实就是GT240 这样子的话 你这张显卡就是 就知道它具体想要什么了 因为其实 这张显卡通过修改BIAS 就修改显卡的BIAS 然后来以达到说 让很多硬件 就是很多简称软件 以为它是一张GT60显卡的 这种效果 但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说在显卡 就是在核心代号这一栏 它无法修改 那么 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样的显卡 能不能打驱动 能不能正常使用呢 其实可以的 很多这样的驱动 需要专门的去修改 好的 现在我们下载两个驱动 一个是原版 就是这张卡 真身GT240的驱动 和这张假卡 替身GTS60的驱动 那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驱动 能否打上去呢 首先 我们先试一下 原版GT240驱动 大家知道 这个我们在驱动 安装过程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驱动通过你 硬件的 就是显卡硬件的ID 这样来认出这张显卡是什么 那如果这张显卡 是这张驱动对应的显卡的话 那它就会 顺利安装下去的 但现在情况不同 因为这张显卡的 硬件ID被修改 它BIOS被刷了 所以说 你在软件层面上 认这张显卡 就是很多软件 都会把它误认为 真的是一张GTS650 然后你先检查一下 这个系统的兼容性 然后他发现 诶 糟糕 这张显卡 不是我对应的显卡 所以说 就没法继续安装下去 所以说你挡不上 就把GTS240驱动 那如果我们换成新版的 就是它的 它的伪装 GTS650驱动会怎么样呢 OK你会发现 诶 这张显卡通过了 这个GTS650的驱动 兼容性检测 因为软件认为 它的硬件ID确实是GTS650 所以它又通过可以安装 那但是你会发现 继续安装下去 就是它可以顺利安装 那全部装好以后 你再重启一遍 会发现 诶 显卡还是无法正常工作 当然啊 你一张 GTS240的芯片 装了一个GTS650的驱动 怎么可能正常运行 是吧 但是它成功骗过的系统 来让它可以打上这个驱动 但实际上是不能用的 那这样一张卡 其实相当于废了是吧 它没法正常使用 那这时候肩商会怎么做呢 肩商一般会修卡 就是它会把这个显卡驱动修改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说过 显卡就是驱动软件 就通过任硬件ID 来实现这个 来实现驱动安装是吧 那如果说 因为驱动有个东西叫做INF文件 INF文件 给你们随便看一个INF文件 对 这边有很多的INF文件 但这些文件就是记录着 记录着这些显卡信息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这张 比如说这个驱动 你对应的是 哪一个显卡ID 那对应上去的话就可以成功安装 就可以成功安装 所以说你只要修改这个INF文件 可以实现说 让GT240驱动 成功了 在这张假卡那边打上去 这样可以正常工作 所以说 你会发现很多的 这种刷出来的假显卡 需要打专属的驱动 不然就不能用 女神来找我了 猫3 我想买一台电脑 4000块左右 帮人家装一台嘛 好啊好啊 完全要7 8K 女神4000块要装电脑 该用什么配置 贴吧老哥们疯狂回应 个人都是人才 说话又好听 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要选就选AMD MD YES 4000块钱我可以给朋友网吧了 双路义武带回家 加钱加了2万8 但是 呃 该怎么装呢 装电脑其实像 装四驱车一样简单 叫成遍地 如果不愿意动手折腾 想要空降一个大宝贝尔的话 我们淘宝店的DIY神机 或许会是你靠谱的选择 AMD全家桶 英特的水桶机 应有尽有 还有信仰RGB 电竞鼠标店 和滑锡鼠标等着你哦 如果你既想要享受 凑齐配置单的乐趣 又不想亲自下手的话 我们还支持配件送装哦 淘宝叔叔放科技电脑 快来瞧一瞧吧 放科技电脑工法 方方方方方方 好的 那通过刚刚演示 大家应该可以 大致的了解到 这个假显卡的制作原理 以及识别原理 我本来以为 在已经91020的今天 这种假卡 就是刷假卡的BIOS工具 已经销声匿迹 但是我发现 有朋友和我讲说 他甚至有买到说 1050Ti 1050Ti是1030刷过来的1050Ti 那么你可能会问说 会不会我的2080Ti 之类的也是个假卡刷出来呢 其实这个刷假卡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首先你要拿到一个 可以刷修改这个显卡 BIOS的工具 并不是普通的 不是普通的那个nv flash 就不是普通的刷BIOS工具 是一个比较难搞到的 从内部流出的一个显卡 就是刷BIOS的工具 而且这种工具 对BIOS也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不是说你想刷就刷了 所以说才会出现说 类似于什么910GT 那种GT240 这种卡会成为热门的拿来刷的显卡 就是因为它的BIOS充容性比较强 这种类型的造假 一般存在于这种甜品卡 那甜品卡 比如说150Ti 比如说之前的GTX750Ti 这样显卡 这种显卡的造假率会比较高一些 那除了显卡以外 其实CPU也存在了造假 那CPU造假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什么散片啊 街边小厨房做的 只是说从转件层面上的造假 就是CPU 你可以通过修改你的注册表文件 实现说让你的CPU 比如说 四核变八核啊 八十六线程 变成什么十六核三四二线程啊 这些都通过修改BIOS可以解决的 其实这样说起啊 因为是在转件层面上 所以说基本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改的 因为对于操作系统 或者说很多检测软件 也这些硬件 不过是一个带好一个数字 那么在小白买到这些二手电脑的时候 特别是闲于买的 或者说从某淘宝不知名淘宝店 买过来的主机 要怎么去鉴别呢 要怎么去防止自己受到这种假硬件的困扰呢 那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PE 特别是大家在面胶的时候 大家在比如说当面胶的时候 或者说就是你需要验机什么的 你把PE插上去进入PE 用PE的GPUZ和CPUZ查看你的硬件信息 这保证不会错 因为PE是你自己的 它想要修改 只能在原本的系统上面修改这些东西 包括软件 但是你PE的话 这片子的奸商是完全没法去动你的PE的 所以说PE检测出来的东西 大多情况下都不会存在就是说造假可能 这是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看跑分 比如说你这张GTS60跑出来的分数 甚至连GTS250都不如 那就很奇怪是吧 包括你CPU也是 就看跑分是一点 如果你跑分异常的话 那么你的这个硬件很可能是假 当然跑分也可以造假 没错 所以说你要切实实自己去跑一遍 还有你在打游戏的时候 如果游戏帧数异常的话 那你的硬件肯定也是有问题 这就是一些检测 这个一些假卡的方法 这期视频主要是想说和小白说一下如何防片 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那么你对于这个鉴别 鉴别一些假硬件 比如说闲运兽的电脑 比如说闲运兽的显卡CPU什么的 对鉴别这些电子产品又有什么比较独门的秘方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希望我们视频的朋友欢迎使用猫33连投影币 点高速交产一切合成 也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哦 我们的投影店和微信公众号还有KU群 所以欢迎你到来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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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